近期主演韩剧千元律师的收视保证男公民一早传出好消息 根据地社报道 他将与模特女友陈雅琳结婚 连婚礼主持人都选好 两人爱情长跑七年终于开花结果 两人婚训的地点和时间也曝光 预计会于10月7日当天在首尔新罗饭店举行婚礼 采用非公开的方式举行 而婚礼主持人则传出将会由丁文胜担任 两人也合作过多部作品 关系很好 目前所属经纪公司也表示消息属实 网友们也纷纷献上了祝福 男公民一直都是相当宠爱女友的人 去年在NBC演技大赏获奖时还曾当众说过 雅琳啊 谢谢你一直陪在我身边 我爱你 从不避讳展示对女友的爱意 说起来男公民算是大忌晚成的演员 现在已经慢慢有了自己的好口碑 从金科长到现在正在播出的千元律师 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不过在现实生活中 男公民其实比较低调 也许很多人都不知道 他有这样一位恋爱了七年的女友 在大众印象里 男公民的另一半还是2014年 男公民与歌手洪真英在综艺 我们结婚了 扮演假想夫妻 人称蒲公英夫妇 当时在节目中各种友爱亲密互动 一度传出假戏真作 甚至我们结婚的四节目中 红真英还拨通了男公民的妈妈的电话 在节目中 男公民和红真英来到了男公民的弟弟夫妇家 边吃饭边度过了愉快的时光 当天男公民的弟弟爆料到 小时候哥哥经常打我 对此男公民表示要确认下事实 于是给妈妈打了电话 之后男公民很自然的让红真英和自己的妈妈通了电话 红真英接过电话 用鼻音问候到妈妈您好 男公民的妈妈对红真英说 哪怕只是听到山音也很开心 谢谢你 多亏了你 让我的儿子能够那么舒服 那样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 对此红真英说 妈妈非常非常谢谢您 生下了这么帅气的儿子 送上了撒娇的问候 让网友纷纷敲碗两人在一起 面对网友对拍我节的期间 男公民和红真英 比任何一对情侣的身体接触都自然 提出疑问时 红真英回答 我拍节目就是想最大化的展现出原本的自己 所以身体接触并不那么困难 这也需要个人的努力 做节目的时候 不想和其他男人们联系在一起 虽然是假想 但还是想将重心集中在结婚生活中 并且在拍我节期间 就算是对他表现出有兴趣的人 也几乎被断然拒绝了 因为他那段时间 我的男人只有男公民 但其实综艺也永远只是综艺 假糖CP都会有结局 男公民面对恋爱传闻表示 节目结束后 我们就没有联络了 虽然粉丝都希望他们能真的交往 即便是很谨慎 也让当时的他们两个人 好像会很有负担 连互相提起都变得小心翼翼的 但事实是 他俩只是会互相应援的关系 要努力走向美好未来 男公民表示 像粉丝希望的那样交往 好像是不太可能的 这也许是所有出言我籍的情侣 所面对的苦恼 现在征服他的女友 可不是曾经跟他结婚的红真英 而是模特兼演员陈雅玲 二人恋爱的时间不短了 男公民和陈雅玲 在2015年电影 Light My Fair中 作为导演和演员结缘 2016年就公开恋爱 到现在感情都非常好 陈雅玲在2017年 媒体采访说到 他是能弥补 彼此欠缺部分的存在 并说能在他身上 学到很多 以此表达了对男公民的深情 而最初是陈雅玲 在节目中公开谈论 与男公民的爱情故事 出演2019年KBS Happy Together的陈雅玲 在综艺节目公开谈论了 一些两个人恋爱过程中 发生的事情 塞了在场嘉宾一嘴的狗粮 二人的相识 还得从男公民导演的一部电影说起 那时候陈雅玲 已经作为演员发展了 因为出演这部电影 二人结缘 一来二去熟悉了之后 男公民主动向陈雅玲告白了 陈雅玲说起告白的场景 还是印象深刻 男公民对他说 就相信我一次 跟我交往好吗 好的吧 陈雅玲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很多观众朋友们 大概已经脑补出 当时的场景了 俊男美女的告白 怎么都像韩剧一样 浪漫又唯美呢 不过对于陈雅玲这个人 朋友们可能不是很了解 大众比较熟悉的 可能是他模特的身份 他作为模特 活动了有12年 也做过不少秀场 因为长得像高小英 还接过一个广告 当他跟高小英同时出现的时候 还真只能靠高小英 鼻子上的那颗质任人了 而且陈雅玲在学生时期 也非常受欢迎 曾经在白色情人节的时候 收到过不少男生 递来的小纸条 上面写着联系电话 看来陈雅玲 一直都相当有魅力 难怪男公民 会对这样优秀的女生心等 男公民跟陈雅玲恋爱三年 依然像热恋中的情侣 跟表现出来的冷静不同 男公民私下 其实是一个非常喜欢撒娇的人 但关键时刻 又很有男友力 去女友家中看见有坏掉的东西 默默记在心里 第二次来的时候 带了工具修好了 而且男公民平时话不多 却懂能在女友 意想不到的时候 给他一个惊喜 男公民在2017年野鸡大赏中 获得了最优秀赏 在说获奖感言的时候 就特别提到了女友陈雅玲 并且向他甜蜜告白 在得奖的时刻 跟女友分享喜悦 当然这个狗粮 也只能让广大单身狗 哭着吃下去了 从陈雅玲说的 这些恋爱小事当中 也可以看出二人是分般配 都很会给对方制造浪漫 陈雅玲称 男公民叫我宝宝 我叫他Honey 他偶尔会跳可爱的撒娇舞 陈雅玲还说到 在看电视剧Remember的时候 看到男公民演的 反面角色的演技 真的很害怕 我还问他 你是不是在瞒着我 和我见面呀 这一说引起了全场大笑 而且陈雅玲还公开了 与男公民 为彼此做的生日惊喜 尤其陈雅玲称 男公民因为我 为他准备的惊喜 而流了眼泪 为了准备惊喜 动员了全部好友们 并说起了 让男公民感动的 惊喜的前后故事 当时男公民就十分感动 表示自己 从来没有收到过 这样的惊喜 不过陈雅玲 是在分享自己的幸福 旁边的全眩貌 倒是一脸嫌弃 吐槍说 要接受心理治疗 被留在十弟子之后 只能承认自己太敏感 苦笑表示 最近别招惹我 看来陈雅玲 心恩爱深深的扎到了 分手不久的全眩貌的心 不过男公民这边 是爱也毫不逊色 各大颁奖典礼 总能谈到心爱的恋人 在2021NBC演技大赏中 获得大奖的男公民 提及恋人陈雅玲 而成为话题 过去陈雅玲所讲述的 两人爱情故事 再次引起观众 在当时首尔上言动 NBC公开大厅举行的 2021NBC演技大赏上 男公民凭借电视剧 黑色太阳 获得了大赏奖杯 男公民对剧组全体 一一致谢 对交往了六年的恋人 陈雅玲也表达了感谢之情 男公民说 雅玲啊 谢谢你一直陪在我身边 我爱你 表达了浓厚的感情 男公民的爱情表现之前 也出现过两次 在2007年KBS演技大赏 最优秀获奖感言中 提及陈雅玲说 谢谢你 我爱你 在2020SBS演技大赏 获奖感言中 告白说 非常感谢 你长时间守护在我身边 一直陪伴在我身边的 我们亲爱的雅玲 吸引了人们的视线 如今二人就要走进婚姻殿堂 希望他们能和这青年风雨一样 幸福喜乐